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呢观看我们这一期的美股富豪节目啊 沃伦老师呢在纽约呢参加一个展会 今天呢由我跟朱迪老师呢代班啊代班 然后呢这个录制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啊 那么咱们简短接说啊简短接说呢 先由呢朱迪老师啊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 和这个盘中所发生的一些啊 这个信息方面的一些事件吧 好吧好的行啊 今天大盘是接了啊 是跟上周五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走势啊 上周五说是单边下跌 那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单边少长一个行情 那其中一个影响他的因素说是盘中 盘前是有一个Dennis的一个 亚特兰大美联储主席的讲话 盘中大概说是有一个1.15分哈 他是一个Brainard的哈 这个美联储官员他讲话 那他呢是记得他是今这个月FOMC 就美联储会议之前是最后一个美联储官员讲话 就是说是今天到美联储会议之中间 这段时间就不会再有美联储官员会讲话了 那他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是表达的一个观点 说是鸽派的谨慎加息吧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分时图上可以看到 标普500的话 从大概说是 虽然之前都是一直涨势 但是从1.35分开始 那个涨势明显要比之前的话 要涨得要迅速陡峭一点 那这是关于三大指数 然后我想问个问题在这里 因为这也是我们VIP里面很多会员朋友问的一个问题 他是说标普或指数的话 现在讲成这样子 是不是说反转还为是过早 是这个问题是说冲下反转 还是冲上反转 冲上反转 冲上反转 这两种反转都为是过早 我觉得都为是过早 因为在上周五的交易当中 向下跳空直接刷了一颗 可以说是光头光脚的一颗阴线 那么我们在周五复盘的时候 跟朱迪老师我们复盘的时候 就说在周一的时候可能会顺势的下跌 但是会引发一轮的反弹 反弹的高度 这个不能够确定 不能够确定 那么今天的话 可以说在一点 一点钟之前 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美联储讲话 这个时间之前 我们可以确定为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把它放大一下 有30分钟 不是 可以说刚开始的反弹 是一个技术性反弹 一直到这个1点15分 这个区间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性反弹 那么1点15分调整 调整以后的话 面对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歌派的讲话 那么指数的话 三大指数都呈现出了一个更强劲的上涨 更强劲的上涨 体现到这个黄金上的走势呢 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黄金 黄金数分钟图 对黄金的话呢 我们也是看5分钟 看5分钟的话呢 我们看出现变盘的时间 也是在1点30分 也是在1点30分 也就是说呢 美联储可以说呢 是一个美股的最大的操盘手 最大的操盘手 他们先建立好仓位 然后出来讲一下话 指数就上去了 这个黄金啊 目前来说呢 今天呢 下跌了一点点 但是呢 从最多的下跌将近10块钱 到这个收还的时候 下跌3块钱左右啊 下跌3块钱左右 那么 从这个反弹的力度啊 我们看呢 可以在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说呢 黄金啊 在这个不加息的这种预期下啊 今天也收出了一个长下影啊 长下影 是不是能够持续性的反弹 呃 再创这个新高 把这个1370点都拿下哈 我们觉得大方向还是呃 没有问题的 大方向还是没有问题的 呃 只是说短期的波动啊 受各方面的消息的影响啊 可能会有啊 但是从目前来说呃 单纯的一个加息对黄金的影响 我觉得呃 加息这个事儿吧 对于美联储来说 确确实实是呃 很难做抉择的 很难做抉择的 因为他周五的时候 可能爆出来消息 马上就周五就跳空低开啊 这个标普就将近300个点吧 呃 没有道指 哦对对道指啊 道指300个点 那么我们回头呢 呃 在周日的亚太股市的呃 基本上都是都有体现 都中错了 所以说呢呃 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这个事儿哈 不单单影响他自身的一个呃 股市方面的这个涨跌 呃 对全球的股市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明显啊 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呢呃 我觉得目前加息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呃 可能有利的角度不太多啊 有利的角度不太多呃 但是弊端呢 体现的更明显一些更明显一些 好的 那我们听完了 这次老师他有关黄金美联储加息 呃和一些大盘的分析之后 然后我知道杰森老师他今天在VIP里面有做一支day trade 就日内交易 他做的是THLD 也是我们的一个手中的手的仓位 呃一块两毛五进的吧 然后一块二毛八出的 对对对 哦对 一块两毛五一块两毛八 您是怎么看待的这THLD的 呃THLD是咱们中文投资网的VIP会员 我们一直跟踪的一只股票啊 可以说呢呃 在8月19号左右啊 就开始我们就非常关注这只股票啊 呃 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压力和声音哈 就说对这只股票的话呢 呃不看好啊 不看好他的金主呢 呃这个把他遗弃了啊 所以呢他可能没有营收 呃这个最近这两个年报和季报好像都没有收入啊 没有收入呃产生不了这种现金的收益啊 他手中的现金呢 可能只能够维持一个这个呃年度吧 啊 言归正传啊 还说这个THLD THLD的话呢 呃我们是一个长期跟踪的一个股票啊 长期跟踪的一个股票 对我的这个吸引力呢 呃首先呢来源于这个我们看一下啊 来源于他跳空低开之后的高点啊 呃被在我们看一下啊 在8月17号啊 8月17号呃被直接的这个功课啊 功课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方的进行了一个双回试啊 当时呢 我就是呃跟我们的注意老师请教 我说他这个位置上是因为财报不好啊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哈 呃进行一个跳空 那么查完以后呢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是呃 他的金主啊 不呃这个好像撤资了吧 呃撤资了就是不参与他的这种 后期的研发了对对呃 他的研发呢可能是有一个三期 可能是不太好啊 是如何如何的 那么撤资以后的话呢 他进行了一个从三块多件的 直接的一个跳开 跳到七毛钱啊 跳到七毛钱 然后连续性的下跌 呃那么我们发现呢 在七毛钱下方的话呢 呃主力介入的迹象呢 比较明显啊 比较明显 那么在明显了以后 是不是我们就能就能介入 这个呢 怎么想呢呃还是不行 因为如果不突破七毛六分前 七毛五分前的这个位置哈 那么我们不足以确定 他走出一个上涨趋势啊 不足以确定 那么在八月十七号呃上涨了以后啊 那么咱们经历过很多小盘股 这些小盘股可能就会连续性的啊 直接的连续性的拉升 那么这只股票的没有啊 这只股票呢 呃马上回息 马上回去也给了我呃非常好的一个介入机会啊 最低的价位可能就是这天的最低价 差不多七毛五分钱左右啊 七毛五分钱左右 呃我一直在九毛钱以下 不断的加不断的加仓 不断的加仓 呃那么后面一块钱一块多钱有没有 有经常的开仓 但是呢只要是超过一块钱的这些仓位哈呃我们都是以 短线甚至于是逮损啊进行一个交易 那么最最好的一个交易好像是 这一天啊一块零三分 啊在这一天一块零三分 然后呢一块两毛三啊在这一天就把它卖出了啊 呃一天的逮损交易 今天的话呢呃由于这个盘大盘啊走的不是特别稳啊 所以说呢很多个股呢今天只有两个day trade的机会 一个机会呢是说早盘开盘啊早盘开盘 很多个股呢低开啊低开向下刷呃 那个地方是你对这只股票呢 如果是一个深入了解的股票 那么你知道那个位置上是不是一个支撑位啊 是不是跌透了啊 如果你特别了解那只股票 那么今天早盘我们有朋友呃在这个 嗯 VUZI上啊抢抢抢 在这个WATT上咱们一会再接着说那两只股票 那么这只股票的话呢我们看五分钟啊 五分钟图啊五分钟图的话呢呃今天早盘低开 啊低开以后的话呢呃连续性的下挫啊 这个指数上涨了但是他没有涨啊没有涨 所以说呢我们呃不敢在这个位置上呢进行一个这个直接开仓 当做day trade的行为那么在今天的呃三点十分左右啊 当时呢我们看交易软件的盘口呢在一块两毛四有三百多口啊三百多口的压单啊在这个位置上呃在这个位置上压着呃又在做VIP跟大家沟通啊然后又要盯盘当时呢一晃这三百多口就被吃掉了啊 就被吃掉了啊就被吃掉了那么吃掉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在突破一块两毛四啊一块两毛五的价位啊强劲啊在一块两毛五的价位强劲啊 让他放大一点嗯对对对对就是这颗阳线的一半吧啊一块两毛五的这个位置强劲啊强劲啊强劲啊强劲之后的话呢他今天呢一块两毛八在最后的呃一两分钟吧啊可能差一点吧呃一二七九几啊就是咱们简要接说就是一块两毛八啊把这只这个股票的day trade呢做了啊差不多呢三分前啊 可能百分之二点多吧啊百分之二点多这是呃我们这只股票但是呢你说这只股票明天会怎么样呃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只要大盘走的不是特别爆裂的向下啊 啊那么这只股票明天可能会在一块三毛钱一块四毛钱之间啊进行一个波动啊呃也不排出向上但是呢这只股票大家看看这图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呃上面可以说一览无鱼一马平穿啊这个方向性的非常的明确方向性的非常明确所以说呢明天我们盘中还会带着大家又看看有没有day trade的机会啊好的 这就是关于THLD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只股票说是我们都是非常关心而且说是持仓了非常久的只股票就VUZI 嗯比如VUZI呢今天早盘如果我们看分时图的话大概是五分钟的图可以看到它今天是一个跳空下跌啊直接刷到最低点是八块五的嗯八块五的直到尾盘大概是三点半才开始慢慢的拉上来对所以说在盘中最后半小时之前那个都是在九块钱之下再来回的震荡然后在三点半之后开始往回收不但今天cover了loss而且还有一点那个啊 Return也就收益最后收到九块宝二毛八然后刚才也像Jayson老师说了哈今天早上咱们VIP会员里面有个人今天抢筹了然后你是怎么看VUZI他主力这个动作的呃首先来说呢恭喜我们VIP的这位朋友8028啊我印象挺深呃如果我记错了呢也不好意思啊呃我印象呢价位是八克六毛四啊八克六毛四这只股票的话呢以前期的时候我们曾经带着大家呢 呆吹过一次啊呆吹过一次呃当时呢破八块啊七块九毛四十七块九毛几哈就是在这个八月三十一号的这颗下雨线啊呃当时在这颗下雨线呢我们是八块钱以下呃我们VIP会员呢大家都一块抢的啊抢完之后呢冲上去八块四毛钱左右啊我们就出局了呃如果当天再坚持坚持的话呢呃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收益啊 那么这只股票啊从呃主力的动向上来说哈我们还是看这个月线啊看月线就非常的清晰啊月线非常的清晰呃七块三毛五啊这个净线位啊月线的净线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哈只有在这个区间呃有一些呃成交的密集啊在这个区间啊在这个区间啊 来吧嗯OK只有在这个区间啊有一些成交的密集啊有一些成交的密集呃那么这个区间的话呢进行了一个反复的试探所以说呢呃连续的月线的上涨啊呃这个趋势性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呃有朋友呢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就会问这只股票呢难道这次不会下跌吗啊前面两次碰到这就回调碰到这就回调 啊难道七月份就不会下跌呢呃以前呢咱们都老生常常过了啊在日线上的连续的连续的震仓震仓震仓啊我说这么强力的震仓所有的散户都震出去啊所有散户都震出去啊所以这只股票的主力啊呃做的做盘的手法呢比较的犀利啊他呢这个比较犀利而且呢呃这个向上的冲动和欲望 是比较强的啊比较强的呃所以我觉得呢这只股票大家还可以呃放心的持股啊放心的持股当然你说开仓今天好多朋友说能不能开仓能不能开仓他最后半小时的图形走不出来那么就是连续一个跳空下跌的一个走势所以呢呃我就说哦不能开仓呃但是今天尾盘收起来了啊尾盘收起来了那也许他在突破呃九块六七毛钱的时候呢呃有一个 突破动作啊有一个上场动脑的时候呢呃也许倒是一个短线的费吹啊或者说波段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啊好的那这是关于VUGI是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只股票哈是WTTWTT可以说是一个逆转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可以说是因为间接的什么苹果的不用他的无线充电设备一些之类的消息他连刷了三天哈两天大的一个阳阴线呃九月七号啊伴随成交量非常 大大概是六百三十万成交量刷了一颗大阴线然后第二天他伴有了另外一个啊大阴线就是光头光脚的一个阴线大概成交量三百三百万吧然后第三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上下震仓之后但是放出的量并没有前几天那么大只有两百万收了一个十四星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WTT上涨了百分之十三最高的时候百分之十至预百分之十吧那今天收了十六块零六 在盘中的话也有朋友问我们哈他说WTT的话今天是大逆转然后说是他那个阻力位啊我们给他十六块之上就会有一点那个阻力然后呃这次老师我想问就是说WTT您对这只股票的话装这样一些操作方法的话您看这么三根连续的一个下挫今天一个反弹您觉得是反弹还是反转呢呃首先来说呢咱们思维上啊不要这个形成一个固定式的思维 所以呃反弹呢呃反弹呢呃这个反弹的时间长了呃就慢慢的形成反转呃这个反转的时间短夭折了呃也能够这个当成反弹来对待啊那么这只股票哈我们是在十四块六毛钱啊在这个位置上呢呃注意到他啊注意到他14块614块614块6 对14块6在这个位置上注意到他那么注意到的可能是在8月15号左右啊8月15号左右呃当时的话呢也是说他在他对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呃冲击啊这个地方呢最高呢是14块7毛8他冲击了以后的话呢在这横盘那么我们在14块6毛钱开仓 当然后边的话呢我们进行了对税交易降到成本降到14今天呢在16块2毛1呢进行了减仓然后把成本控制在12块啊呃这只股票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说呢他的操盘的手法呢比较的这个辛辣比较的辛辣啊比较像这个呃我们的这个Lindsey美女的这个呃老家的这种啊那叫湖北啊湖南啊 那种那种那种辣啊所以说呢对于这种股票呃或者说对于任何这类的股票我们呢呃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控制成本啊控制成本我们在上周五呢在VIP的盘中呢跟大家也说了呃像这种股票连续从20块钱直接跌到14块呃这种股票大盘就是再跌这种股票的话呢呃也不要进行 割肉了也不要卖了因为呢嗯反弹随时发生啊随时发生而且会非常强烈那么今天呢就是一个呃超过了一个超超过了10%的一种涨幅啊呃后面还有没有可能上涨我们呢从月线上来看呢这只股票呢已经是创新高了啊已经是创新高了呃这个创新高之后呢这个月呢有可能是一个震仓的月份啊这个9月份啊有可能是 是一个震仓的月份那么呃9月份震仓啊震的这么剧烈如果过两天把20块钱突破了那么充分的证明这三天确确实实是震仓洗盘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主力的话呢 智在高远啊智在高远啊这么强烈的震仓嗯绝大部分的散户呢全都被打出去了啊全都被打出去了所以呢对于这种股票的话呢我们就用 最简单的策略去对待它就是把我们的成本降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操作的meet一样这两天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大家要不提问题我们基本上就连看都不看了啊这个之所以为之所以不看并不是说因为啊我们手里没有 而是说呢我们的成本呃只有这个啊呃这个地球出现了倒转呵呵呵呵呵的时候啊我们才有可能触及到我们的成本啊呃那也不是价位成本也是生命的成本所以说呢呃meet这种股票的话我们就用了另外一种错例比如说我们把这成本搞得非常低啊然后呢呃这个剩下一部分股票的话呢我们看看这 这支股票能不能够走出啊这个在约会软件里面的一个呃龙头老大的这种可能性啊能不能过些日子呃真的会过若干年走出像亚马逊那种价位啊呃这个我们呢也是拭目以待希望他好啊希望他好但是呢呃他即便不好也没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呃影响也不大啊影响也不大嗯所以呢这个呃大家听了我们 我们这些呃在VIP的盘中的一些分析哈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呃比较感兴趣吧啊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对我们中文投资网的感兴趣那么就请呢这个进我们的官方网站啊发表我们下方的二维码对发表我们的二维码加温乐老师的微信啊温乐王2016啊呃另外呢呃这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000958啊8561啊呃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看看如何获得我们这个VIP的实时的盘中的一个啊互动啊有任何问题的话进行直接的互动呃另外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说我们在呃这个9月10号呢呃9月17号啊纽约的这个呃这个 嗯五家中国的这个IPO的中盖小盘股啊呃在这个纽约的见面会呢呃已经做完了啊那么在本周六9月17号呢呃在我们的这个圣该坡的希尔顿酒店啊呃还会有一个呃同样的见面会啊跟我们的大家呃这个在洛杉矶的朋友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啊在9月18号的话呢我们会 呃转战温哥呃温哥华温哥华温哥华然后跟呢加拿大的朋友呢呃也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说呢呃想了解这五家上市公司的呃经营状态呃经营的产品呃和他们这个未来若干年的一个呃发展的计划或者趋向啊那么呢欢迎大家嗯这个拨打我们的这些电话呃进行一个报名就到到现场的话呢呃跟这五 五家上市公司的呃老总啊这个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和沟通啊呃另外今天呃朱迪老师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呃沟通的吗哦我没有了我差不多好的嗯呃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美股富豪呢就到这里啊呃第一次站坐在这边每次都坐在那边呵呵呵呵 呃呃这一次呢呃呃这个呃呃希望大家多包涵吧啊呃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拜拜拜